今天還沒做主導文 好吧來祷告一下吧 我們在天上的父 遠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噓 不要吵 我們在天上的父 遠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你在呼叫我 呼叫 我沒有呼叫你啊 我只是在做主導文的禱告啊 每一次我一禱告完 就覺得完成一整天該做的事 非常好 請繼續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等一下 親愛的 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 願我的國降臨 願我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你真的是這樣期待的嗎 我是真的這樣期待的啊 我每周日都有去參加主日喔 都聽你的 你交代的一切我都會遵守 非常好 但是關於那些你喜歡的八卦 你的壞脾氣 你用錢的方式 還有你追的那些電視劇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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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別再挑剔了 教會的其他人都和我一樣好嗎 我只是想說 願你的旨意成全 這句話要真的被成就 就需要由你做起 好啦好啦 那我可以繼續了嗎 那你怎麼看關於阿豬這個人呢 喔 我就知道你會提起他 他背叛了我 還騙了我的錢耶 我發誓 我跟他沒完沒了 但是你剛剛禱告 好像是要赦免他 不是嗎 我 我那句話不是真心的啦 但至少你很誠實 雖然不赦免阿豬對你內心 將會充滿苦毒 那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不不不不 我覺得我會很開心 你整整看吧 我一定會抓住你機會 你會報復他 讓他很慘 他或許會很慘 但你也不會快樂 只會感覺到更糟糕 親愛的 報復的果子是苦澀的 想想你已經擁有的喜樂 然後把憤怒交給我 讓我改變這一切 那我該怎麼辦呢 仇恨的罪可以被解決 不要再讓它成為你的負擔 也許你會損失金錢 但至少你的心是安穩的 所以赦免阿豬 然後讓我赦免你 我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凶惡 很好 我會成就你的禱告 但是也請你不要去那些 容易誘惑你的地方 蛤 什麼意思 不要出入那個不良場所 不要接收那些不好的信息 那些信息似乎很有趣 卻會對你帶來毀滅 不要再做傻事 感謝主 謝謝你親自告訴了我這一切 國度 權力 榮耀 都是你的 直到永遠 謝謝你這美好的禱告 你這樣的榮耀我 讓我非常快樂 親愛的阿爸天父 我想我開始明白 什麼叫真實的跟隨你的意思了 的確 榮耀我的方式 就是你真實的愛我 並且當把罪惡移除 我們中間就不再有任何的隔絕 親愛的阿爸天父 那 從今以後 我們還能像這樣真實的交談嗎 親愛的 從現在開始 我們會每一次真實的禱告中相遇 阿媽